原标题 男子到八十一座墓被抓后痛哭 不会报应到儿子身上吧 有些面具戴得太久就摘不下来了 男派三叔在盗墓笔记中说的这句话 用来形容朱某在适合不过 这个五十岁的男人行踪诡异 在铜鲁山里出没道见墓葬为生 刚开始他显得不以为然 没有任何敬畏痴心 反复说自己命运 胆子大 但是和记者聊到最后 心理防线崩溃了 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捂住脸颊 失声痛哭起来 在农村祖坟被挖可是天大的是 他犯了重怒 今年九月以来 警方陆续接到多企群众报警 在铜鲁恒村旧县 富春江陈北等地区的山上 接连有村民家中祖先和亲人的公墓被盗 在农村祖坟被挖可是天大的事 报警人的群众都非常愤怒 我们带着嫌疑人上山 指任现场 都不敢惊动村民 民警说 11月23日傍晚 铜鲁警方破获了这起系列盗墓案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朱柔 昨天经铜鲁警方允许 瓦罕办案 民警来到铜鲁县看守所 对他面对面进行了采访 朱某江西人 50岁 校学文化 来铜鲁十几年 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 居无定所 也没有正当职业 个子不高 瘦骨伶丁一笑起来 脸颊两侧的颧骨就格外怂起 收到老婆儿 此他的笑容僵硬了 民警说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 朱某说 十多年前 他和妻子从江西老家来到铜鲁 都在城里打工 前几年他在做电焊工时摔坏了手 就不在工作 整天游手好闲 靠老婆偶尔来接济 没钱我就抓蛇卖啊 朱某说 别看他金瘦金瘦 胆子大得很 前两年他听别人说 铜鲁这些群衫上有很多蛇 抓来能卖钱 特别是五不蛇 眼镜蛇这样的毒蛇 已经能卖好几百 于是他就上山抓蛇 每次都是徒手抓 可是这两年上山抓蛇的人越来越多 都是年轻人 他年纪大了 也没有交通工具 跑不过他们 只好找其他搞钱的门路 他给自己找的门路就是盗墓 有一天 朱某通过山路来到一座公墓 就递取材 用十块木棍试着去撬开 盖在骨灰盒上的盖板 没想到一下子就撬开了 朱某说 那天到墓时 他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总是回头张望有没有人 直到带着墓穴里的财物下山 我问他 你老婆儿子知道你干这种事吗 朱某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了 不吭声 宁锦说 他一直独来独往 为了掩人耳目 每次都是空手上山 直走山路 在山上遇到有人问起 他都说自己是捉舌的 打链的 别人看他也没食妖工具 一般不会怀疑 有时下山晚了 索性就在山上果农 废弃的零食搭的小屋里 住一晚上 等第二天天亮在下山 就连进了看守所 也从来没有亲人来看他 给他送点东西食妖的 日子过得七零八落 像个孤魂野鬼一样 他扯扯嘴 顾左右而言他 念如我命运 干这行没事 反复说自己命运 但承认曾经被下得病了好几天 朱某经常穿梭在铜炉一些山上的公墓 大肆盗取墓室内的陪葬品 最疯狂的一次一个早上就偷了二十八座公墓 就在被抓的当天上午他还在作案 郭辉和他从来不碰只是捡墓里的值钱东西 盗过的墓尽量复原把盖半重新盖好 民警在侵连他到寄来的财务发现 他戴着的一副老花眼镜就是公墓里的陪葬品 审讯时 民警问朱某用这些陪葬品不会觉得顺得慌吗 朱某刚开始还是笑笑反复说 我命运 没事 我问他你从来没害怕过 朱某想了慧儿 小声说 有 一次是去一个山沟里捉食鸡 结果在山沟里突然感到脊背发凉 想到自己干得却得势 吓得腿都发染 连滚带爬下了山 还有一次是在翘木时 发现了尸骨 之前只看到骨灰盒 看得多了有点麻木了 突然看到人的海骨 很害怕 朱某说 那天他提着矿灯来到山上的临时搭建的房子里过夜 半夜听到奇怪的叫声 不知道是野兽还是谁摇东西来找他了 吓得他病了好几天 被抓时他只说一句话报应来了 同如警方一方面联合当地镇村干部加强对公墓附近的巡查 一方面分多组进行调查 一组负责走访公墓附近的村民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走访中一名村民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 他曾在城北某公墓干活时经常看到一名男子出现在公墓里以为是来祭奠亲属就没有在意 但发现这名男子离开时并没有走下山的公路走的都是山路觉得很奇怪 通过这个线索警方在公墓附近山上的排查通多一段时间的排查 在富春江辖区的一座山上发现了一处可疑的临时搭建的平房 11月23日傍晚通路警方组织20余名警力对该处平房分头包抄 将朱某抓获 被抓时朱某只说了一句 报应来了 他心里大概早就预设好了报应 因此没有反抗 我就知道做这种事情太损应得 报应迟早要来 朱某说每次到幕以后偷来的钱马上就吃饭喝酒花掉了 但是他内心的贪婪让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民警问要不要联系家属 听到家属两个字 朱的笑容完全消失了 钉着手上那副手铐 想了很久 捂住脸哭了起来 民警说朱某的老婆和儿子知道他干这事 不认他了 根本不和他联系 朱某哭了很久 直到被带出审讯事实 回头对我欲言又止 记者同志 你看我连一个家也没有 我想来想去 这就是报应 你说该不会报应到我儿子身上吧 我无言以对 民警说 现在想到这个了 以前有没有想过那些被拟到了祖坟的村民 他们有多愤怒 铜炉警方表示 目前掌握到的情况 朱某盗窃的公墓打有81座 盗窃财物价值2万余元 目前朱某应涉嫌盗窃罪被铜炉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来源都市快报 责任编辑张玉